来源科技Plus 众所周知 微软目前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市值超过3万亿 而苹果则排名全球第二 接近3万亿 微软和苹果的合计市值 结果6万亿美元 他们俩合体的话 已经能算是世界第三大经济梯了 按GDP来看 只比美国中国的GDP少了 总市值比日本 得这些发达国家的GDP都要高 而美国这些企业市值不断的增长 最后涨得这么高 也助推美国股市的总市值不断增长 在全球所有股市总市值之和的占比中 也不断上升 如下图所示 这是美国股市总市值变化情况 以及和欧洲 中国 含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的数据 不含台湾 日本 印度股市总市值的对比情况 可以看到 到2024年时 美国股市的总市值 已经超过了50万亿美元 创出2003年9月以来的新高 算下来 占到全球所有股市市值比例的50%左右了 而中国股市的总市值 回落到10万亿美元左右 已经只占全球股市总市值比例的10%左右了 如果论占比的话 应该是最近十多年以来的最低值了 另外 像日本 印度的股市总市值变化不大 但也在稳步上升之中 特别是印度 最近十年以来 一直在稳定增长 如上图所示 可以看到具体的占比情况 对比2015年 美国占比提升 中国下降 日本下降 印度上升 英国在下降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国内资本市场 最近几年表现确实不太好 导致很多企业的市值没有上涨 另外 国内很多优秀的 大的科技企业均在美国上市 比如拼多多 京东 阿里等企业均在美国上市 这算是变相的给美国股市添砖加把了 不仅中国如此 全球众多优秀的企业均在美国上市 所以这应该也算是助长了美国股市总市值的增加 不过也有人说市值越高 泡沫越大 一旦当泡沫被戳破时 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让我们期待一下美国股市泡沫什么时候会被戳破呢